我們今天的目標 先看一下我們的課程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要做這個 網頁爬蟲 你們以前有聽過爬蟲這個字嗎? 有 所以你們知道爬蟲是什麼意思嗎? 不太知道 爬蟲就是 我現在 主要說我想要寫一支程式 然後去catch 常常有人去catch一些 主要說股價資訊 那股價資訊不是在網頁上 就是 假如說Yahoo奇謀 他可能會provide一個 即時股價 可是 你每次想看你是不是要登進去 他的系統 有時候你會覺得他的那個介面 你不喜歡 或者說你希望寫一支程式 在股價發生什麼變化的時候 提醒一下自己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寫一支程式 去讀網頁 這個行為我們就要爬蟲 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懂意思嗎? 寫程式讀網頁 這件事情就要爬蟲 好那我們來看今天要怎麼做好了 那我們今天先用一個 這個非常簡單的網頁開始 這個網頁是 三軍總院即時網頁 欸靠 這個為什麼不能 太不給面子了吧 他是不是有新版啊 他是不是有新版啊 對有新版 所以你要先打 急診及持續期 在蘋果上面 喔真的喔 唉呀 對不起欸 我媽我 你預習了 然後我居然沒有 我居然沒有 catch到 對 這個 這個 他把他長的不是一模一樣嗎 幹嘛改網頁啊 好啦好啦好啦 唉 來 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網頁我現在按F5喔 這網頁這些東西是會變動的喔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是 這個是三軍總院就是 你看這個 他有最後更新時間對不對 欸有沒有動啦 還沒有動 欸動了 你有沒有看到嗎 動了啦 這個 這個網頁是那個 我們那個急診室直接Release出來 就是當下我們目前的這個狀態 那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呃這個 就是 比較重要的幾個醫院 幾乎都有這個網頁 大家都 大家都自己設計的嘛 你看三種長了這副德性 那其他醫院就長了其他德性 那所以說 假設我現在是一個中央單位好了 呃 其實我就可能會有一個 呃 特別想知道 就是我想要統籌 知道一下個院的狀況嘛 對不對 我想要把它整理下來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目標是 我希望啊 把這網頁上面的關鍵訊息 然後讓我程式可以讀到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看呢 來對著 這裡就是對著頁面點擊右鍵 在這裡 點擊右鍵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檢視網頁原始碼 好 點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你看到這個畫面 如果你真的用程式去讀 讀到會長這個樣子 好 這樣這個樣子 你一定看不懂嘛 對不對 不過看不懂不要緊 你大概透過你的觀察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重點在哪裡吧 對不對 你看是否 我以向 啊那個否在哪裡啊 哇靠 他現在數字是用 啊那這個網頁不合適耶 那這樣 那這樣這個網頁 就是這個網頁 啊他現在 啊這個 那這個網頁對你們現在來講太難了 我們換一個網頁好了 就是 困難點在就是 有一些網頁齁 他的 就是你們到時候 呃我在下一節課開始會教你們寫網頁嘛 對不對 你們要知道 有一些網頁是靜態的網頁 也就是說他 呃靜態的網頁 就是所有的information 都在那個網頁上面 那個網頁背後的程式嘛 有一些網頁是動態的網頁 動態的網頁 那些關鍵的information 其實是 其實是 他留了一個空間在那裡 然後他在需要的時候 再回傳回來這樣子 欸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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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本有兩種啊這樣子 那現在三種院改成這一種 哇那這樣做不下去了 那我們要換一個網頁 喔這個這樣 我沒有預先這個 預先貝克實在是太糟糕了 好 不過沒有沒有那麼難啊 我來找一下 我們來找個新的網頁好了 我看一下喔 我這裡有沒有 雙盒 好那我們看雙盒的 雙盒的 哇靠 雙盒的也改了 雙盒 這個嗎 對對對 就這個 這個是衛福部已經做好的 不過這個是很久以前 那我們一個一個點進去應該有吧 我看一下 我點一個簡單點的好不好 亞東 好 好 檢視網頁原始碼 好啦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7在哪裡啦 好不好 7這個找到會找到太多 我們看36在哪裡 這個 好我們就用這個好了 我們就用這個 來你們看一下喔 這個亞東網頁 亞東網頁這裡是不是有一些關鍵訊息 那這個關鍵訊息 它其實你如果按右鍵 檢視網頁原始碼之後到這裡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就殘在這裡 殘在這裡 那你要注意一下 我現在刷新 我看 馬 馬傑什麼時候人會換 好 這個 他什麼時候人會換 這個不重要啦 他換完之後啊 他這裡也會改喔 所以 我們上節課不是有教那個 自串處理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自串處理 找到這一個位置在哪裡 這一個位置在哪裡 然後用 然後把它夾出來 這樣子就是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 我們就可以寫個程式 然後去 去讀這個網頁 然後去把那些關鍵訊息抓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實作 這樣子 那我們進行實作 那今天的語法就比較難了 那我會一頁一頁帶著你們做 因為不能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是無效的 那我們來先做這件事情 首先 你要先把網頁的 就是這一串 這個原始碼 這個東西我們叫檢視網頁原始碼 看到了嗎 對不對 這個原始碼 你要先把它Catch到R裡面 才有辦法處理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請你看一下我們是怎麼做的 來 首先URL你要先確定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這一串 好網址在這裡 然後啊 這個URL 這就是它的passway嘛 對不對 用scan這個函數 用scan這個函數 可以把它的 這個東西把它讀到 讀進R裡面 讀進R裡面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好要一點時間 這很正常啊 這個因為 好你看 有沒有看到了 這裡 你看這個網頁的最開始 是不是就在這裡 然後歡迎光臨亞東紀念醫院 對不對 好你看讀進來 歡迎光臨亞東紀念醫院 然後title meta 對不對 你看title meta 是不是 好所以我們已經讀進來了 所以 在這一大串文字裡面 一定就會有我們剛剛 想要的那些information 這樣知道嗎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做這個處理 我先把螢幕還給你們 你們先把東西讀進來 好不好 可以吧 我們來看一下 你讀到之後 要怎麼繼續好不好 我們來看後面的語法 好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這個 這個物件 這個 這個 txt這個物件 它的 它的屬性是什麼 咧 它的屬性是文字 對不對 那它的長度呢 它的長度是 1639 所以 這個 這個字我們並不好處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這些 就是每一行這些東西 我們先把它貼起來 好不好 先把它貼起來 因為你貼起來之後 你比較好去找 不然你不知道它中斷在哪裡 這樣懂嗎 好 貼起來要怎麼貼呢 好 上次是不是有交past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就是把字 黏起來嘛 然後用空白把它黏起來 如果一個物件裡面 我要把它貼起來 我就要用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 txt new 好 你這樣弄完之後 這個東西 現在它的長度 就是1了 同樣的 它也是 這個 文字 好 那我們就不能print它 因為print它 這個 它太長了 這個電腦要跑很久 好不好 我們就不print它 但是你大概知道 裡面就是有這些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呢 找到關鍵的那些 關鍵的那些 這個 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找到關鍵的部分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就是 我現在假設我就想要找 這邊是不是有個title 我跟你們講 所有網頁都有title 所有網頁都有title 所以 這個語法是一定抓得到 我們先試著 把這個title抓下來好了 那我們可以試著做這件事 就是我們按title之後 我們按ctrl-ftitle 你會發現什麼 整篇文章裡面 只有一個地方有title 所以它一定不會抓錯 這樣懂的意思嗎 如果你要再抓 像我們剛剛知道 重要的information在 在這裡 在這裡嘛 對不對 4 736這裡 你可以這樣 試著這樣做 有沒有整篇文章都沒有 都 就是都沒有這個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一定不會抓錯 就是那個位置 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如果把title 點 這個點是不是任意之源 上交正哲表達士的時候 誒 上交正哲表達士的時候 是不是有交 這是任意之源 然後 然後 米號是不是 呃 0到無限多個 所以 然後後面就是title了 對吧 所以我現在其實就是 把title這一串 給抓出來 這樣知道嗎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真的這樣抓 我們來試試看 好 你們看到了 歡迎光臨亞東紀念醫院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串是什麼呢 首先我抓到這個position之後 這個 這個就是告訴我 我在第170個字圓 然後長度為27 這樣可以吧 在第127個字 那邊抓到一個長度為27 符合我 這個pattern的 這個東西 好 然後 那我把他的start position start position就是170 就是這一個list 這個list裡面的第一項 就是170 然後我的end title position 就是start position 加上 這個就是那個27 這個就是那個27 加上27-1 這個就是我的end title position 這樣懂意思嗎 我從第170開始 結尾在169個字圓 然後我用substr 把這一段切出來 這樣170 169 然後切這一串文字 這樣我就可以切出title word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先就是 如果 然後title word 我們想要乾淨一點嘛 比如說我們不想要這個 其實 這個東西 你在抓它的pattern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是用什麼抓的了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想要把這兩個東西取代掉的話 我要怎麼取代掉 我可以用gsub gsub取代函數 我把這個取代掉 這個我們在上節課的這個 就是 練習的時候 蠻常用到的嘛 對不對 好這樣子取代完之後 現在是不是就乾淨多了 好 你還想把空白取代掉也可以啦 但 我們只是說 就這樣示範 好我們一樣先把 歡迎光臨亞東紀念醫院 先弄出來好不好 再把螢幕還給你們一下 好 這一行是很多人看不懂的地方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title position 我剛剛割這個 就是抓pattern 抓到用的那個物件 對不對 它的樣子長什麼樣 它是一個list 這個是一個list 然後裡面有兩個元素 對不對 一個 在第一個物件裡面有兩個元素 我們把這第一個物件展開以後 這裡面是不是有兩個元素 一個是 一個是170 一個是 一個是 下面這個看不懂是什麼 這個如果你去問它的lens 它明明就有兩個東西 但是它lens只有1 為什麼咧 因為這個下面這個 我們叫它 它其實是一個屬性的概念 這個屬性的概念 我在 我從來就沒有介紹過這個屬性的概念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物件的屬性給叫出來 你就需要用到 複製這一串 然後這邊不是有豆點嗎 就是給你填這個東西的意思 這樣就可以把那個東西的屬性給叫出來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用的就是那個東西 這樣我可以把27這個information抓出來 然後之後我就可以用-1 這個 前加後-1這樣子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就抓出來 不懂也沒有關係啦 其實你就只要把pattern弄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OK 我們繼續 好 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我們就更複雜一點嘛 更複雜一點就是 我就真的 好 我把這個三種關掉好了 我現在想要的是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想要是不是 是否已通報19滿床嘛 對不對 是否已通報19滿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舉例來說我們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這樣子貼 看著喔 我就貼這一串 然後我在搜尋的時候 我發現這裡確實是沒有 沒有重複的喔 這樣知道吧 這個沒有重複喔 這樣可以吧 好 沒有重複的時候 我現在把這裡直接改掉 然後這個4 大家注意我們可能要用這個 單引號 因為那個 就是那個網頁裡面常常會有雙引號 你要用單引號 不然的話那個雙引號 會把那個字串隔開這樣子 好 那這個4是不是 這不是我要的嘛 對不對 這個字是可 可能會被改變的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我是不是一樣用 點 點米 用點米就是任意支援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像點米任意支援我再抓一次看看好不好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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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東西你可能不能夠直接看這裡說 喔我這樣我這樣直接貼 就只要說我直接貼這一大串 為什麼 因為你回頭看這裡的時候 你會發現在R裡面它有時候有空格 有時候沒空格 對不對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你在R裡面來切 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到這裡為止應該可以了 好這樣看喔 好我現在來割看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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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這個4這裡就有被我割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同樣我在捨去前面跟捨去後面 這樣是不是我就可以做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捨去前面跟後面 捨去後面就這樣嘛 好啊捨去前面 好注意這裡我們 雙引號改單引號比較好 就是 我們之後在處理HTML的時候都用單引號 好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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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是不是只剩4了 所以我 每一次重新執行這一串程式碼 每一次重新執行喔 他就會重新再scan那個網頁 然後再拉下來告訴我說是否有通報 這樣可以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了齁 好所以說 這個如果你想要其他information 舉例來說我現在想要的是什麼 我現在想要的是這個 呃等待看者人數好了 等待看者人數現在7嘛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做 好那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剛剛這裡割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等待看者人數 那我就從這邊開始割嘛 7這裡 這樣可以嗎 好我把它放到前面 然後這個等待看者人數7結束這裡 我們把它拉到這裡 好我們再 然後我們把我們這裡這裡後面的字也要改 前面的字 前面的字也要改 好我們再全部執行一次 欸5 欸你好像覺得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不然我們更新看他是不是變5了 好看到了嗎 這下 這下你們看到厲害了吧 好這就是用程式來做這件事情啊 好不好 我們先公佈一下這個練習題好不好 練習題就是 呃 等一下你可以試著做這件事情 試著把它割出來 這樣可以吧 試著把它割出來 你不用用上面的語法 因為上面的語法是比較 就是那個 那個網頁已經不一樣了 好不好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用我的 我剛剛跟你講我怎麼做的 我們就是這樣改的 我們試著做一次好不好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來做 我們現在這裡面總共5個關鍵訊息嘛 對不對 請你寫一個函數 然後這個函數你只要一執行 你就可以把這5個關鍵訊息給抓出來 你可以把它存成一個物件 這樣就好了 就要說一個文字項量 然後他的第一項就是 是否以控掛滿床 第二項就是等待看人數 第三項等待推床人數 第四項等待住院人數 第五項等待加護病床人數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information抓到了 對不對 那每一間醫院你都這麼做以後 你就可以想像剛剛那個整合的網頁 怎麼被抓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OK 那我們先試著練習一下 把螢幕還給你們 把螢幕還給你們 剛剛有講說這裡的東西跟R裡面的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找到正確的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至少 我要抓到是否已通報已久滿床 這個大概就是全部唯一嘛對不對 然後我如果要看這一串附近的 然後我要複製貼上的時候 我要怎麼做呢 我可以 在這裡 好 我可以 這個 問一下 問一下R 問一下R這一串在哪裡嗎 就是 是否 是否通報滿床這裡 欸 等一下喔 複製 複製 這樣他告訴我是不是在21870這裡 這樣可以嗎 那我 我如果要做的話 我可以這樣子 substr 然後把 txt new 然後來個218 00 然後到 我們就故意來 23000 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喔這裡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們的pattern 這樣知道了吧 這個就是我們的pattern 然後這個 某些地方就是我們的pattern 這樣可以吧 我們用這裡來找那個pattern 就是這樣看比較清楚 這個42 這樣可以嗎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找那個pattern 然後把那個pattern填在上面 然後下來 這樣子 好 這一題沒有做出來跟後面無關 因為後面我們要用套件做 我們現在是用 類似用手刻的方式做嘛 對不對 之後我們用套件做會簡單非常多啦 好不好 完全一樣的題目你們就知道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我們割出這一串之後 首先就是 我們這裡不要叫 我們這邊titleword 我們這邊給它叫做titleword.1 titleword.1 等於這個嘛 這樣子 好 或者我們現在給說 important important txt 等於 呃 repeat na 然後五次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總共五個重要information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 當它要最後一步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存下來 舉來說這是第一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重要information 是不是在這裡 是否有通報滿床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複製到這裡來 看著我怎麼做喔 好然後這個4的這裡我要改成 那個點米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然後把前面的部分 把它放到這裡來 首先這是我第一個要取代的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 我第二個要取代的部分在這裡 好這樣子我按一下run之後 好是不是4已經被我填上去了 接著我再做第二次 同樣的東西我複製第二次 然後我把它改成2 然後我把它改成2 我這裡可以用 我可以用 米字號 這是1 然後這是2 這樣比較好分 對不對 好那第二 第二段在哪裡 第二段是不是 呃 我們從這裡開始 等候看著人數到等待推行人數這一串 對不對 好等待 等待看著人數 然後5這裡 5這裡給他 萬用支援嘛 然後 這個前面 到這裡 然後這裡後面 我們示範兩個就夠了 好不好 我懶得把它做完了 好這樣子 這樣子全部run下去之後 它important.txt這裡 這兩個information就進來了 好那 後面就依此類推啦 然後 我們重點就是 我們要把它打包成一個function 怎麼打包成一個function呢 就是 呃 其實 就 你也不用輸入嘛 就是這個 於是 UIL開始嘛 UIL是我們重要的參數 所以我們就叫做 my function 等於 function 好 UIL 然後後面 全部這樣子貼下來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 important.txt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全部清空 wrong 現在是不是有myfunction這個 我們把myfunction 然後把它填入這串網址 啊它是不是把這兩個information都抓出來了 可以多跑幾次 看它會不會刷新這樣子 欸你看變四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哇靠 馬上變三了 我在暗示 哪那麼快 欸真的變三了 看到了吧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呃就是 這個網路爬蟲 它怎麼做的 你大概了解原理吧 假設你有一些 網頁 它是 裡面是有一些變動資訊的 然後你想要就是 你想要realtime的去catch 用程式 你可以寫個回圈啊 每十秒做一次 對不對 那你這個information就可以給到你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繼續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用套件來做這件事情 那套件的話 我們這邊用的套件叫rvest 我們把剛剛的過程喔 全部 看著喔 你看我們剛剛做起來很累對不對 來我們把 我們把UIL 趕這個 我前面做這個 只是想要了解原理而已 然後 這邊來這邊有個span 這個span是什麼意思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再viewsource一次 你會發現這個網頁的語法 它都會有類似這種標籤的東西把它夾住 這樣懂嗎 標籤 所以啊其實這個 在這裡 這span就是一個標籤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span是不是指出現在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span這個標籤 來抓到我們想要的information 所以啊 來我們這裡就打span 我們要 我們把這個網址讀進來之後 這個read.html 就是把這個網址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在r裡面 這個符號我們是不是交過了 對不對 把這個東西丟給後面的 再丟給後面的 我們把span把它抓出來 我們全部複製貼上 這樣按RUN 看著喔 是不是 我們想要的東西通通都有了 剛剛麻煩的要死 現在 不就是這幾個數字嗎 這樣可以吧 剛剛很麻煩嘛 現在 再做一次 43 344 141 他是一天到晚都在變動喔 怎麼 我才隔幾秒馬上就可以變一下 好了 這樣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我是不是用這個套件很容易 就可以把東西抓出來了 我們先 體驗一下好不好 先體驗一下 至少體驗一下這個套件 在我們體驗過用套件來做事情之後啊 對不對 下一步我們就要做複雜一點的任務啦 我覺得我最期待的任務出來啦 找女朋友的任務 好不好 這個 你們 你們會上這種 這個網站嗎 Altogether 好啦 對不起 欸 不要鬧啊 沒有啦 不要鬧啊 有啦 有啦 好不好 在這裡啦 在這裡 欸這個 不過這個 這個網站你看喔 這個網站就是叫PET啊 你們聽過嗎 這是你們年代的東西嗎 還是 還是 還是嗎 真的嗎 然後你看這裡 這裡到處都有人 真女 真女 對不對 真女啊 幹嘛看真女啊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真男文好不好 真男 喔 中部一起泡湯吃美食 這樣就吸引我們的興趣嘛 對不對 啊 台北 來看一下 呃 啊 寫個信 好 你看 隨便 你們看外面就好了 這個 前面這個數字齁 就代表多少人關注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真女的 根本就沒人想看 真男的是不是就一堆人想看 很現實嘛 對不對 那這 這很正常啊 那可是問題是 我現在有個問題就是你看 只要有女生上去發 他想真男友 那是不是馬上就有一狗票蒼蠅就貼上去了 所以你 你覺得你是女生的話 你會不會 前面幾則你可能會認真看一下 你如果收到一百封信 請問一下 後面幾封你會看嗎 一定不太會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寫個程式 在 最 在女生一發文的時候 我就要知道 喔他發文了 提醒我趕快去記信 好啦 啊你說你要自動 你要自動記信 這樣就沒意思了啦 你覺得 你覺得人家看不出來你是自動記信的嗎 對不對 但至少提醒我 讓我感興趣嘛 我馬上去看一下 不錯 你說自動記信喔 因為我說只能 他一發文就要抓上去 他一發文我們就抓上去 我們就是用個程式 不斷的去做爬蟲啊 那只要 一有新的 他馬上就提醒我 這樣可以吧 好 現在那個機制很複雜 至少我們要寫個程式 隨時讓我們知道 現在前幾篇真 真就是真 那個 男友文是在哪裡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來 看一下 來 複製貼上 好注意喔 這個 這個 pto together by index這裡 index這裡我要把它丟掉了 我 我們現在 我們就用這一頁好了 我們用這一頁好不好 喔這是他的第幾頁啊 你如果按上一頁下一頁的時候 你看這個數字會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爬這一頁 我們就爬這一頁好不好 他定期會把它洗掉啦 就是有一些比較舊的 會把它洗掉這樣 蛤 蛤 呃 到時候我會告訴你們這個數字怎麼抓啊 好不好 我們現在只是先用一頁當範例 OK 來我們來試一下喔 欸你們看到了嗎 每一個A開頭 的 是不是pt時間 最重要的真女 真女 啊真男這邊有真男對不對 這就是我想要的對不對 對 那我要怎麼抓出真男在哪裡咧 欸我是不是可以用那個 找位置的那個 那個函數 看哪一行 我們是 是不是很像我們 第一張傑克在處理那個 精度尾度那個 那個很像 因為真男是個關鍵字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那我們把 我們只要 我們不要他的標籤 我們只要他的 他的 裡面的文字 就標籤裡面的文字 我們再抓一次 好這是不是 哇這是不是乾淨多了 我現在只要真男喔 這樣可以嗎 我剛剛居然露看了一起做臉或是按摩 這樣子 那我們對真男比較有興趣嘛 所以我們可以用 GREP這個函數 把真男在哪裡抓出來對不對 來 好抓出來之後 這個 interested position 只有 17 5356嘛對不對 用他當所影函數 看一下 就是這三篇 真男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如果你想要這篇文章的連結 來注意一下喔 在這裡是不是 真男 真男文 在這裡 真男的時候 這一個 是不是就是那篇文章的連結 這個是那篇文章的連結喔 好 如果想要這個連結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把它抓出來 這個 這個 它在那裡寫的時候是這個 HER HREF 注意看這裡 HREF等於什麼對不對 HREF等於什麼 所以我要把HREF 抓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個是HTML的屬性 我把它抓出來 看著喔 Need Link 好就是這三個 這三個 如果把它複製過來 貼到這裡 看著喔 看著我怎麼貼喔 欸這是不是就是那篇真男朋友文 這樣 這樣好玩吧 好我們先 我們先做到這裡好不好 先做到這裡 好那現在有個問題 我剛剛是找一個特定的一頁嘛 對不對 我剛剛是找特定的這個3115這一頁對不對 那 實際上如果 你要真的要最新的 這個315這一頁是不會更新的 你知道嗎 那永遠就是那三個女生在那邊發文 所以如果我真的想要最新的 我應該到最新這一頁對不對 最新這一頁 然後去找找看 然後不斷的下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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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說 這個就是 痾 最近的10篇 真男友文是哪10篇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痾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如果我把 如果我把 我剛剛 還沒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這邊不是有這個連結了嗎 對不對 這個連結是不是我們 我們的真男朋友文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對第一篇特別有興趣 我可以把 用第一篇 我抓出第一篇 然後我need link這邊 我再爬一次文 也就是我剛剛這一串 痾上頁 好剛剛這一頁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 把一些關鍵的訊息抓出來 舉例來說他的pt帳號 對不對 他的標題 他的時間 時間 時間太久了 我就不想要了對不對 這些是一定有的嗎 我要怎麼把這些東西抓出來勒 你可以先把這個link把它抓出來 sublink 現在這個sublink在這裡 我如果直接複製貼上 就會到這個頁面 然後我再爬他一次 我再爬一下這一頁 我再爬一下這一頁的話 我是不是得到了這個subwebsite 然後我把 他的articlemetaValue 他articlemetaValue 你可以在網頁又檢視原資碼這裡 你會看到 這裡就是他的 他的articlemetaValue就是這些什麼 作者啊 標題啊 這些invomation 這樣知道了吧 那我可以用 我把articlemetaValue把它抓出來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 我的articleinformation 這個articleinformation就是 作者這些有的沒的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我可以把 我拿到這些東西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 把這個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 就是 這個span這些東西捨去 這些東西要怎麼捨去勒 我前面是不是有教過 我要把它弄出來 對不對 我 我只要它裡面的字 那我是不是用這一串 好 articleinfo 然後articleinfo 做了這個以後 是不是就只剩下關鍵訊息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來做一個練習題啊 練習題就是 請你找出 以這個為開始 以URL開始 注意喔 這一件事情難在哪裡 我跟你們講 就是 你把 你 你以首頁為開始 以最新為開始 你需要先找到 你在這裡可能找不到 足夠的真男朋友文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找下一頁 上一頁嘛對不對 那這個上一頁在哪裡咧 你是不是就要找那個連結 上一頁 上一頁找不到 好啦我懶得找了 反正就是 你用這串程式嘛 就是 你把這個 第八項這裡 它就是上頁 好不好 來 好這個就是最新消息嘛 好這個就是它的上頁 上頁是315 那你如果到了3315以後 那你如果到了3315以後 3115啦 3115 那它的上頁就是3114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呢 請你從最開始這一頁開始 然後不斷的 不斷的這個 往前面找 然後找出 最近的10篇真男朋友文 你必須寫一個函數 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好啦這串程式嘛 我們就看著啦 這個 這一串程式嘛 如果你 一定要複製的話 我們好像在第16課的時候 有啦 有一模一樣的程式嘛 在這裡 我跟你們看一下 呃 16 16 呃 在這裡 在這裡有一模一樣 這完全的這個程式嘛 好不好 這個 第16課的第14頁 好不好 有完整的程式嘛 我們一行行來看 這完整的程式嘛 在做什麼好不好 好就是這個 這個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先產生一個 my table my table my table 這個my table 它的這個 我先把它清空再做一次 這個my table 它是一個空的這個 空的matrix 對不對 我等一下一個一個填進去的 接著 它的column 我把它改成title UIL ID跟 tine 這樣可以吧 接著 我先把我的 UIL把它抓出來 然後把 currentID 等於1 這個代表我現在在做第一篇喔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接著 我for i in 1到10 我現在先找第一頁嘛 對不對 第一頁就是我的UIL 對不對 來 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我就先read進來 read進來之後 我先找一下哪裡有真難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找哪裡有真難 好發現什麼 什麼完全沒有 我這一頁完全沒有真難朋友聞 所以我下面就跳過囉 因為 因為他 因為他沒有真難朋友聞嘛 對不對 好 然後 而且ID也不是大於10 ID ID如果大於10的話 就代表我已經 我已經做滿10篇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繼續做 接著 我就要用 我就要用這一行抓到 下一頁 下一頁 到底是第幾頁 下一頁是315 對不對 好接著我就把下一頁貼過來 我的URL 現在就被我更新成了 下一頁的URL 然後接著我再做迴圈 再做第二次 然後重複剛剛的動作 直到 Current ID 大於10的時候 他才會break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先做完這裡好不好 我們先做完這裡 喔 我剛剛忘了講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是 那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那就好解決了嘛 那我就把有的資訊貼到MyTable裡面 這樣可以嗎 就把 我需要的那些標題 還有他的連結 把它貼到我的MyTable裡面 好我先跑完這一個回圈 這回圈因為不斷的要跟 不斷的要上網 抓 上網抓制條 所以速度一定是會慢的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MyTable 現在的MyTable是不是ID跟碳還沒有 但是 title跟連結已經有了 這樣可以吧 title跟連結已經有了 我下一步我要做什麼咧 就是把MyTable的每一個 點進去每一篇文章 利用這個連結 點進每一篇文章 然後把他的ID跟時間 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就需要用下面這個回圈 我們同樣的先I等1試試看 然後一樣執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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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看這個article information 這個第一項是不是就是ID 作者ID 最後項是不是就是時間 我把它填進去 這樣我MyTable是不是第一項就填完了 所以我一樣 我用回圈把它做完 這個要跑一陣子 因為他要看實頁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他網路必須catch實頁啊 那這個就跟你的網路速度有關了 我們來看一下MyTable長什麼樣子 現在是不是 這個 呃 今天是幾號啊 今天六號你看 兩篇六號的 這個都一點耶 不過我們現在早上 早上 通常 其實是從這邊看得出來 女生什麼時候發文的嗎 通常要晚上 下課後 好這樣可以齁 這個白天發文都只有男生啊 好不好 這個 從這裡我們可以觀察出 就是什麼時候女生會發情這樣子 好不好 把這個錄進去會不太好 好啦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好來 那 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會爬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All Together版了對不對 就是聯誼的版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興趣 就是我想要看八卦版 這個八卦版啊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來爬一下 你會發現什麼 來我給你們看 這個八卦版 你爬了之後你會發現 裡面什麼都沒有 這個 為什麼什麼都沒有咧 來我們真的訪問八卦版看看 你會發現原來他第一個頁面並不是 他叫你選東西這樣知道吧 他叫你選說你需要我同意年滿十八歲 我按了這個之後我才能夠進去 可是問題是我阿圓 我要怎麼樣讓他按這個按鍵啊 這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這樣可以接受嗎 阿圓 我不可能讓他按按鍵啊 我剛剛不是只能catch他的information嗎 我要怎麼樣給他一點response 好我們來看在網頁裡面 要給他的response是怎麼樣的給法 來 我們現在從頭再用阿圓讀一次 好什麼改變都沒有嘛對不對 雖然我們已經點了 可是阿圓並不知道我們已經點了啊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才能夠把他點呢 來 看在這裡唷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這個查看網站資訊 這裡對不對 點進來 這裡有個地方叫cookie的 好 cookie點進來之後 PET這裡 點開 點開 全部點開好了 這裡來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over18 over181 這是什麼意思 你要告訴這個網頁 為什麼你現在看得到這一頁 是因為你有這個over181的cookie 我們如果把它移除 我把它移除我再print一次 他就再叫你按了 這樣可以嗎 他就再這樣按了 而且你現在看 你是沒有這個cookie的 你現在根本沒有那個cookie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我按同意 我一按同意的瞬間 我這個over18就出來了 然後 當我擁有這個cookie的狀況下 我反問就可以直接反問得到 當我把它移除 我移除 好 再重整一次 看到了嗎 我就看不到了 我要再點一次 所以這樣你就知道 我按同意這個 這個東西 按下去的那一瞬間 其實你給了電腦什麼訊息嘛 你有一個叫over18的cookie 然後他的value是等於1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來看著喔 這裡我有寫了 就是你這個cookie1 好我們來看程式碼 我們需要 在最開始的時候 告訴這個 告訴這個cookie 我們要給一個cookie 叫over18等於1的cookie 那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才有辦法 我們才有辦法去讀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時候就可以讀了喔 等他一下好了 這是怎麼讀起來讀這麼久啊 好看到了嗎 我們每一篇文章 是不是又被我們抓到了 這樣可以吧 好注意喔 你要換一個套件喔 你要用rcurl 才有辦法 可是剛剛那個套件也是重要的 這些函數在剛剛那個套件裡面 那rcurl這個套件可以 給我們 增加cookie這個選項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這over18等於0 那顯然是讀不到啦 好不好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怎麼還是讀的到 可能我剛剛已經給過1了 再給0 他其實是同時有兩個cookie啦 好不好 那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就 反正就是 你就知道 我們透過這種方法 就可以把這個文章讀到 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們 試著找出最新的10篇新聞 注意喔 八卦版常常會有人 在上面轉貼新聞 問過新聞 你看這邊是不是有新聞 對不對 那同樣的我是不是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把最近的10篇新聞把它抓到 怎麼樣抓來 一樣 好先買table先出來嘛對不對 買table出來以後 一樣我要先給over18等於1的cookie 然後接著後面 ClientID等於1 這個跟剛剛幾乎是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吧 一樣 這個有了UIL之後我就 我就一頁一頁找 然後找到最後 然後我們來按source看看結果 好了 我們看一下 再買table 好是不是 最新的10篇新聞 是不是就被我抓到了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先到這裡為止 雖然 欸已經 就這樣結束了喔 我們先試著做這件事好不好 這複製貼上 然後等到你們做完之後 我再好好講解這裡面 每一行程式碼在做什麼 好不好 再講解一次 好啦 那我們先先給你們做好了 我們來一行行看這個程式碼要每一行在做什麼 我們再一次 好首先 先給cookie嘛對不對 給了cookie之後我已經知道我的mytable 我的mytable現在是空的 對不對 我要一行行填 好 我i等1的時候我一行行做好了 來 CurrentID等1喔 然後i等1的時候我先做 先get那個HTML的文字 get到了以後 我們把它轉成HTML格式 然後抓出 抓出所謂的 interesting position 總共有 喔靠 第一頁就有7篇新聞喔 我看一下真的有這麼多嗎 新聞 喔原來是一直有人回應喔 好啦那沒關係 管他的就是 一直有人回應 那我們第一頁抓到7篇新聞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篇篇抓 我J等於14 那我現在這個mytable 是不是前幾篇就被我抓上去了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我的CurrentID現在是8 然後我就從 我就繼續找下一頁 好所以說我的這一串程式碼 真的很快 我這一串程式碼 你就可以看到 喔這個 就是 他就是把這個 新聞就是前10篇新聞抓到了 那 同樣的你把這個網站 換成你有興趣的網站 然後找到 把這個新聞改成關鍵的 叫做真男好了 好不好 或者 或者 你比較喜歡 就是 或者你們想要去gay版也可以啦 好不好 可以嗎 欸我們沒有歧視喔 我們沒有歧視喔 好不好 也許 你們有興趣 你們有這個興趣 但是不敢跟我表達 你們回去自己改好不好 可以嗎 我不想知道 好那 這樣可以吧 這 那你要怎麼 假如說這一串 我要怎麼樣推動他更新呢 我可以這個樣子 就舉例來說 我可以每 我可以寫個迴圈 請他每一分鐘做一次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隨時都會看到最新的 當然 你現在還不會寫個網站 所以說 你還是必須在 R的這個語法裡面 然後去 每五分鐘看一下 有沒有新的 等到 下一節課開始 我們會教你怎麼寫個網站 這個時候 那你就是給我一個網址 然後他就自動跑了 這樣可以齁 那我們 我們來 我們來做一個小節好了 我們下一節課開始要教網頁了 基本上 爬蟲還有很多很神奇的技術 舉例來說像我們現在 依照我們現在的技術 我們就爬不到三軍總院的那些數字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啦 至少我們初階的會了 高階的這個 這個 這個還有很多就是掌勁空間 好不好 甚至還有一些爬蟲的方式是 我直接去問他那個程式 就是直接去問他release出來的程式 然後他再給我 這樣子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好啦 那我們這個 我們下節課就是會教大家寫網頁啦 好不好 就會開始可以動了喔 這會非常好玩 我們的學期結束的目標 就是希望你可以擁有一個自己的網址 對不對 這個網址當然我們一開始只能用免費空間啦 所以那個網址並不是很漂亮 就是會有一堆有的沒的阿 有的沒的阿 頂多有你的名字啦 這樣子 那不過有自己的網址 然後你自己如果可以寫一個程式 把它放在上面 這個跟同學炫耀應該是蠻有這個 蠻加分的吧 對不對 那如果你寫不出來也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們上課範例 就會有那個 真男朋友文自動尋找機的這個 這個程式 你把它放在網站上 你就可以跟人家講 喔這是我做的 至少說這是我上課學到的嘛 對不對 確實很好玩 好啦那就這樣啦 應該 應該有問題也問不出來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下課囉 開始去示範囉 好掰掰